联合国大会在台湾时间今天清晨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的压倒性投票 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正式入联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呢 就愤而将联合国宪章以碎纸机来绞碎 批评联合国此举是在鼓励暴力 而投下反对票的美国就表示 就算表决移交安理会 美方会再次以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一票否决巴勒斯坦入联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用携带式电动碎纸机 搅碎联合国宪章小册子的那页 表达对提议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表决感到愤怒 他痛批联合国迦纳巴勒斯坦 是在鼓励暴力纵容凶残的独裁者 而巴勒斯坦助联合国代表则是在发言时 提及加萨民众面临的磨难 数度哽咽 联合国大会最终以压倒性多数 表决着支持让巴勒斯坦成为正式成员 而投下否决票的美国在4月就曾动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 在安理会驳回巴勒斯坦申请入联决议案 美国表示即使联大通过移交安理会 美方将再一次一票否决 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批评美国无情阻挠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该有的行为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行使否决权 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 所做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外媒分析联大决议以143票赞成 9票反对结果通过代表重要象征意义 向以色列和美国释出非常明确的讯号 必须认真看待巴勒斯坦国家定位的问题 至于有关以色列代表9岁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公开回呛以色列 联合国宪章有很多本这种事也看多了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封口费官司持续延烧 那很多民众为了要旁听川普出庭 排成了一条有数百人的队伍 甚至是从半夜就开始排队要领取 只有十几张的旁听证 还有人是直接收费代牌 一个小时要价台币1620元 美国前总统川普与成人骗女性暴风女丹尼尔斯 封口费官司持续延烧 川普在纽约多次出庭 也让民众抢看他在法庭上的画面 半夜就有人排队想领旁听证 常常的队列超过百人在排队 通常只有十二人的名额可真是一味难求 甚至有人开始替人带牌 从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就开始帮忙排队 除了川普的官司引起民众注意 他的小儿子拜伦川普将参加七月的党代表大会 也是他的政坛首秀 除此之外 香港男演员冯德伦受邀出席川普的晚宴 一句话就问倒川普 川普一时答不上来 由智囊团帮忙解围 而冯德伦开心地把镜头转向自己 露出得意的微笑 记得张一看中国报道